Hello 欢迎大家 又来到《松仔暖的啥》 今天我们很有幸 非常幸运 邀请到一位 现役在英国做医生的朋友 Martin 上来接受访问 Martin本身有看我的影片 他看到我也一年多集 说过关于NHS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但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 又或者我们导听途说很多其他不同的人 说他们有不同的感受 听回来一些传闻 究竟NHS的问题有多严重呢? 或者我们作为一个市民 是未必可以真正了解到的 但是Martin 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就是一个前线NHS的员工 他也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体会 他也看到这个问题真的存在 但外面的市民未必了解 所以我们今天特意邀请了Martin上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我们有很多问题想问Martin 究竟我们现在的制度上 是不是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 还有没有解决方法呢? 首先多谢Martin你今天上来做节目 不如你自我介绍一下 好吗? 好的 先多谢松仔 让我上来你的节目做分享 我看了你的节目 已经超过一年多了 多谢你 是的 因为之前看你的节目 也学到很多东西 还有真的帮我来英国准备 有很大帮助 所以我知道你想找人分享 我希望我分享到资讯给大家看 大家的观众也可以得到有用的资讯 大家都可以得益到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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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英国大约一年多些 我做ICU和麻醉科 我头过半年在伦敦教学医院 做了六个月的ICU 然后为我自己训练的意义 我就搬到南部 East Success 在Histings 如果不知道是哪些人 就是在Brighton 向东一点的一个位置 一间比较小的地区医院里面 做麻醉加ICU 我现在在那里 大概做了半年 即是你两个职位的 你不是只是麻醉 你会做其余手术那些 你都会做的 不是的 我是做麻醉科和ICU 其实这两个专科本身 在香港也好 在英国也好 其实都是很密切关联着的 就是我简单来说 我现在通常就是 早上就在麻醉科 手术室里面做麻醉 然后我on call的时候 夜间的时候 就会在ICU里面当值 那就是病人 在ICU里面有什么突发事件 你就要去查他 可能做急救 那类型是吧 是的 还有刚刚进院的人 又或者本身在医院里面 内科好 外科好 病房的人 转差 需要转到ICU的时候 那我就会 涉及到 是 那我想问 Martin 你呢 本身在香港 你是不是都是做医生的 我是2016年毕业的 是 是 做了一年实习 之后就做了大概五年的转科训练 但是都是 我有做过少少少急症科 之后转了做ICU的 那在香港主要都是做ICU的 那你是公立公立医院的吗 因为私立好像没有ICU的 是吧 有养和的 都有的 都有的 但是公立的 是大开公立的 是的 那我想问 因为其实 在香港来的医生 其实比较少一点 多数听到都是护士 是比较多一点的 那可能是因为人工方面的差异 那我们待会再讨论这个问题 那我想问一问 你作为医生 尤其是你都是在香港接受 即是一直都是在香港接受教育的 你的医科是在香港读的 那么你在香港读完医科 你要转过来英国做英国的医生 正式的医生 有没有很大的困难呢 里面会不会说要牵涉很多的士 很多的牌子转 制度会不会很不同呢 以前呢 其实制度一直在变的 以前的制度是比较容易一些的 就是说在植物地的时候 那么以前很多我们的考试 就是考香港的试 就自动会连接英国的那个 专科学院都会给你一个牌子 就是例如你在香港的 普通街的那些 那些门银那些 经常看到什么 爱丁堡啊 看到一大堆 不是不是不是 爱尔兰啊 一大堆那些 那其实他们不是真的 去爱尔兰和爱丁堡那些 只不过以前的制度呢 他们在香港考了一个试 那么他们就和英国 在植物地时代那些 就连接了这样 那么你考了香港的试试 人家就自然给你一个牌子 是 那以前是容易一些的 但是回归了之后呢 慢慢香港的试试 就变得 就是 独立了出来 是 那就开始 过去十年二十年 那就越来越 就是 断开了那些联系 有些试试都还是有联系的 但是 现在 差不多全部的试试都没有了 那我自己的麻醉科都没有了 没有了个联系 以前也是考了的话 澳洲就没有了 给我们一个牌子 但是现在没有了 那所以我自己都是要 特意去考英国的试试 去拿回英国的一个执业的牌照 那你是在英国考的那个试试 我是有飞过来考的 我在COVID爆之前 我已经飞过来考了 那如果你说要有一个香港的医生 就是比如好像你那样 年轻的医生 没有这个牌照共融 compatible的制度底下 如果想转来做英国正式医生 又准备到真的做到 中间要花费多少年时间呢 我想由申请 就是你要准备 始终都要考试的 到你申请到 拿到牌照 都交了一些文件 还要考英文试 那些搞到来 应该都要年龄 最快的 都要年龄 那听上去 也不是去到强人所难的地步 都是 reasonable 是吗 我觉得是 reasonable 都是 reasonable 有一两个科目 都还是不需要再考试的 其中一个是内科 内科 都依然是 你考到内科 在香港考到那个牌照 英国那个是会自动给你的 但是 大部分都没有了 但是我听说那些护士 我听说那些护士 他们有些埋怨 就说香港要转过来 他们过五关斩六仗 都很难去做得到 他的本行 是不是护士方面 就会比较难些 其实都是一个专业士 就是做到的 但是始终都是有护士 接着会有面试 有临床的考试 就是 虽然是一个考试 但是他分几排 所以 所以 你们也是要击这些 我也要的 其实我的考试都分了三排 所以 不过 我这些 一直都是考开试的 已经考到盲目了 所以 我就觉得 reasonable 但是 现在到最后 当然考的时候 也很辛苦 那一定 你在香港 能够做到医科 还要麻醉丝加ICU 一定是要考成绩很好 你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另外 Martin 我也想跟你了解一下 英国的医疗问题 首先 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 我觉得在香港 因为香港也有看过公立医生 在英国也有看过公立医生 但是 你觉得在这里 那些人的做事的方法 譬如医生也好 护士也好 对病人的态度 或者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好 做法上面 有没有差异 就是差异大不大 你觉得 我觉得 大家的priority 有少少不同 例如 香港 香港 香港就真的很重视 Efficiency 就是 很重视 Workflow 很重视 Efficiency 因为香港的人口太多 需求太大 是 住院的人数太多 接着很急 就进来 尽快要处理了问题 然后 就尽快要推出院 因为要 推出院之后 要腾空床位 给下一个人入 是 是 英国 英国 我刚刚来到的最大的感觉 就是 他们没有那么着重Efficiency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们就真的 很关心病人的 Well-being 就是说 他们在出院之前 真的会确定 病人 是有家人 会得到他 不是 独居老人的话 他有自我照顾的能力 如果不是独居的话 然后一定要找到老人园 找到看护 找到家人去支持他 安全 才被他出院的 我现在听说 有很多 英国的床位 就是被一些 因为出院 没有地方住的人 他占用了床位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安排到 出院之后住哪里 那是不是这个情况 在现在很严重呢 在NHS里面 是的 以我所知 这个太太告诉我 我太太是做营养师的 他就知道 在社会的资金 在COVID之后 其实是剪掉了 其实英国的老人园 也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老人园的床位不够 然后私家的就可以给钱 但是公家的 就要看你能不能拿到资金 拿到资金 又要等批 然后要等去 那变成了 出院的速度慢了 因为老人园的床位也不够 社会的肯定又剪掉了 又要搞好久才能够出院 那变成了 出院都出不了 入院的人数又多了 就是最近 流氓是多了很多的症 那变成了入院的人多了 出院又出得慢了 那变成了 再加上你之前的节目也有说过 救护车unload那些人是ANE 在那里拋救护车 是的 因为ANE上不了病房 病房没有床 然后ANE塞住了 然后救护车又下不了人 救护车又塞住了 然后搞到外面又没有救护车 成为一个 就是好像一个工业链的一个 恶性循环 我自己作为这个 因为刚才听你说关于Efficiency的问题 我也有另外一件事 我很关心的 就是在香港 你会有很多 譬如定期去照这件事 去检查那件事 不论你的年龄 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其实很多人都会很普遍去做身体检查 但我发觉这件事在英国 好像不是太普遍 而且往往发现有大病的时间 已经是去到很晚期 譬如我经常在新闻里看到 有些年轻一点的人 例如可能三四十岁 医生去找医生去看 我觉得我自己在哪里痛 我怀疑自己有什么严重的病 但是医生就觉得 你这样的年纪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拒绝和他再继续去检查 但到他真的发现的时候 就已经为时已晚了 因为在ICU都会见到很多大病的病人 你们会不会有这个感觉 就是很多时候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这个层面可能GP 会了解得比我更加清楚了 因为我始终就是 我已经去到三十多岁 就是我最后一关 就是最严重的时候才会去到我 我就比较少去问他 就是当初他有没有做身体检查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在整个方面 因为香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做身体检查 因为有保险 再加上有私家 是的 每个人都拿着保险整个套件 去私家做一个全新检查 但是正如你所说 就是英国的私营市场 私营医疗市场 其实不是这么多 相比起香港来说 不是这么保险 再加上这里买保险 医疗保险的人更加少了 所以比较少人 是会自己 用钱去做这些身体检查 那其实你在香港 如果不是私家的话 只是公立都不会 帮人做身体检查 明白 好了 亦都想问一下 Martin 你觉得 除了Efficiency 你觉得有分别 但是相对于香港 这里可能会比较关心病人 整个总体的健康 但是香港就是因为 要赶着送你进来 赶着送你出去 所以整件事 就一定要很流畅地去做 但是可能会缺少了关怀 这是各有各无 另外第二就是 譬如我真的有病 进了医院 在总体的 得到医疗的水平 会不会有一个高低置分呢? 你会不会说 英国高一点 香港低一点 香港高一点 还是英国低一点 如果以教学医院来比较 大家的水平是接近的 以教学医院 我说的是伦敦那些大医院 我只是做过两间医院 就是伦敦的一间教学医院 以及我现在在南部的一间地区医院 你可以比较 伦敦的教学医院 就像香港的马丽医院 或者威尔斯医院 而地区医院 小医院就像一间广华医院 或者是一间博外医院 一间小医院 资源分配上是有分别的 就是伦敦的大医院 很明显的资源 比较一些小医院的资源 是拿得多很多的 不论是仪器的新和旧 又或者是人手大家都缺的 但是不同的专科 的充足 都是这些大医院 会充足一点 那些药 那些 那些 就是组片 就是钱多一点 有钱 就自然 可以聘得多些人 可以聘得多些人 可以聘得多些专科 开多不同的服务 可以 就是服务可能可以 不只是office hour 可以开24个小时 就是在总体的 水平是会高一点的 那你现在在小医院 你现在在小医院做呢 你会不会说 有些病是根本没有那个器材 没有那个能力去医它 要转介去一些 可能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 才可以进行治疗 有没有这些情况呢 有的 有的 我家医院就没有中风服务 也都如果要通波仔 是要送去另一间医院的 那 又或者是突然之间 白血管中风那些 都是要送去另一间医院的 其实这些不好处就是 你送去另一间医院 只有一间医院都要两个钟头 那是很判断的 很判断的 你会失去黄金时间 但是 他们的做法是这样 他们会喜欢把资源集中在大医院里 大医院他们会多拿一些不同的转货 但是集中资源之后 相对上这些小医院就没有这些服务 变成他们如果收到这样的病的时候 就要转送去第二间医院的处理 但是香港有一些不同 就是香港一类地方小 二来呢 香港那个比较 不会这样把资源集中在一间医院里 就是可能每间医院都会处理中风的 每间医院都会有 就是多些医院会有通波制服务 所以会有这个分别在那里 但是如果你当然说 比较高到高的 我觉得比较高的医院 大家的水平差不多 但是当你去到地区的小医院 我觉得有些小医院是资源会比较缺乏的 但是他们做事会不会 譬如你小医院那样 除了你说资源和仪器缺乏 但是譬如医生或者护士 他们本身那个standard 和你在香港的时间会不会有出入呢 他们会是高一点 低一点 还是会可能逞一点 还是认真一点 就是会不会有一个差异在那里呢 本身医生和护士的水平 当然啦 就是你说去到Professor 去到最出名的那些医生 一定会集中在大医院和伦敦医院的 但是你说小医院 是不是真的大家做事逞一点 我觉得心态上就未必是 但是你说真的要去找到最最出名的医生 就真的不会在地区医院里面找到 始终大家 真是最专的那个行业里面 最最出名的人 都是会上去一些 有教学医院 多一些资源 实际上可以做科研那些医院做事 但是如果比如说我普通病 就是得到的照顾 比如你简单来说 好像香港东区医院 一个护士或者普通科医生 那样来到一个英国 我随便在一个厅里面的一间医院 我得到的一个 那个专业的水平 其实会不会是差不多呢 就是我觉得你说的工作态度上面 可以说是差不多的 那当然每间医院都一定是 有些人做事是做得好些 有些人做事是做得适合些的 但是如果是伦敦大医院那些 就是general 大家都是会博实些 这个是真的 就是在小医院里面 可能大家就做事是 都会有一定的standard 但是当然可能会有些 参差点的质素都不出奇的 但是你说是否一个整体 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态度上的分别 我也觉得未必 但是不论是资源上面 和人手上面 都是会有差别的 这个释除了我们很多疑虑 因为很多时候觉得 香港就因为效率高了 所以医生可能就会专业一些 或者是看症的时候可能准确一些 有时候会有一些这样的 就是模糊的幻想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市民 未必是这么清楚 那个现实的情况 所以很感谢Martin 你一直跟我们解释了这件事情 另外也深入一点 或者问一些比较敏感一点 现在NHS最大的两个难关 一个就是缺乏人手 一个就是人工的水平 未达到他们的标准 现在护士说要罢工 他们要求加薪 就是货币加5% 总共是19% 医生还未开始罢工 但是也有一个在酝酿中 那我就很直接想问一下 因为我自己在香港 也有一个朋友是做麻醉科医生的 不过可能是给你再早一点 那么以我所知 他在实习的时间 已经是在找5-6万 甚至6-7万人工一个月的 那么你在英国这里的人工的水平 和香港是不是有很大的落差呢 至少割一半 我应该勉强去到香港的时候的人工一半 其实还未够一半 那么你来英国是比其他人付出更多 就是牺牲更大 因为这方面 就是有得有实 就是钱的方面是现实的 那么你觉得合不合理呢 就是英国的生活水平 因为香港也有分别 譬如你买房子便宜一点 那么自己煮也便宜一点 但是出街的时候可能贵一点 那么在整个方面 你觉得在英国 你过不过到优质的生活呢 作为一个医生的话 在物质生活来说 当然就不及香港了 就是人工少了一半 但是一般来说 就是我这个人工 其实我在NHS里面的人工 是算不错的 就是比其他的公众 就是说其他 例如物理治疗 营养师 护士 就是我的比例 是比他们 已经算高了很多 但是当然你跟香港比 就差很远 但是其实香港的医生人工 差不多是全球最高的 就是没有什么地方是比香港的 其实 就是不论你去到新加坡 美国 或者是其他 紐澳 其实都是比香港低的 那当然 英国真的是偏低的 嗯 就是全球来说 全球都是偏低的 英国NHS的人工 compared to 美国 加拿大 澳洲 其实都是偏低的 就是这几个国家都是偏低的 是 所以其实很多NHS的人 本地的英国人 他们很多都缺了 然后很多都去了澳洲 他们自己也是 就是去其他地方做 因为澳洲可能比较 专才 有些专才项目 就是比这些专业人士 去移民计划 那他们又不用怎么适应 对他们来说 是好像 就是同一个语言 就是沟通上 他们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解释到 为什么现在人手这么短缺 那你在NHS里面 是不是真的看到很多 譬如护士 或者前线的员工 他们那批 不要说是满足物质上的需要 是不是连基本需要 都真的满足不了呢 去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呢 现在 其实以我所知 一个入职的护士 他们是Band 5 Band 5 其实扣完税后 一个月大概的人工就是1500 是 1500 这个是外面的 你可以在London里面 可能有多少少计划 但是也是很少的 是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出来租屋的话 你租一个studio单位 如果你没有办法和人夹租 要自己租的话 其实都用了你一大半的人工 所以他们其实很多 如果不是在自己家里的护士 如果不是在自己家附近上班 是去到第二个城市上班 他们很多时候都要几个护士 夹一起租 就是share那个屋租 因为 其实1500磅工 就是1500元港元 就是你出街吃几餐 如果你不是在家里煮了 夹一起租也没有了 都很难说有什么生活的享受 他们现在因为这个工资的问题 就导致大量的人手的流失了 那其实是不是外面找过一份工 普通任何一份工 都会比在NHS里的待遇更好呢? 就是他们的工作压力 会不会很大 因为很多人都说 要14-5个小时 1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你作为医生 香港公立医院医生 也很重负担 有时候我看一些什么铿窗集 看到他们饭都没得吃的 一天不停看医生 那你们自己的工作压力方面 是不是很严重呢?很厉害呢? 我比较香港的工作压力 就好一点的 英国好一点的 大概可能在工作压力上 香港压力是100% 在这里可能是80% 当然工资就是50% 但是护士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因为离职 就是有很多人离职 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 他们走了一些资深的那些 尤其是COVID已经完了 然后很大批那些 Band 6 Band 7 就走了 所以就硬推了一些Band 5 的上去 做Band 6 但是一做Band 6 他们就要开始做一些 就是要看护士Band 5 那些人 就变成了一些 好像硬推了一些 未够信心 或者是未够经验的人 硬推他上去 然后再去 要他取决定 就是拔苗助长 拔苗助长 拔苗助长 然后他被人轻易推上去 然后更加压力很大 然后继续退 然后不断的 这个恶性循环 我自己在ICU里面的医生 很多都说退 认不信 其实都是这样的原因 会不会出现的情况 譬如你在做手术 或者什么要专业的去做 他根本不熟 不懂 会不会出现这些情况 会啊 会啊 不够人手 他本身 例如今天 我今天在手术室里面做 做开的是大肠的手术 有个手术 有个麻醉科 也有个护士 帮他做手术的医生 本本是应该要 那一系统的护士 就是做开大肠科的护士 去帮他一些疑气给他 因为那些疑气是专业的手术 然后说 今天没有人 本身已经不够人了 最后有一个症状了 我硬硬在隔壁的手术室里 拉过人来 但那个手术是做开以鼻喉的 不是很熟悉的 那些家产 是 那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然后手术就做慢了 他说我不是要这个热气 因为护士也不熟悉那些热气 他不是做那些疑气的 是 那就是硬硬地 好像五个盖 五个盖 六个盖 那为什麽Band 6 Band 7的Covid 之后会走的 他们原因是什麽 就是burn out 然后burn out 又指尖且觉得 好像没有受到应有的对待 是 就是做得那麽辛苦 就是你完了这个Covid 跟着就是没有一些赞赏不得此 然后还要人工又不能加 又要继续辛苦下去 好像盲多的盡頭那样 就是其实Covid完了之后 那个work load 其实没有真的改善很多 就是Covid完了 现在又有flu 跟着又说不够床位 其实那个work load 真的没有很多 就是对于你们来说 其实我们现在是仍然过着 你们仍然过着Covid 那时候的状态 是没有变过的 叫做好一点点 但是比起Covid前也是差的 是的 就是Covid就成了一个问题 就是有backlock了一大堆病人 在Covid的时候没有医治 那现在基本上就是还债了